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新赛界哥哥亚跌落T0 来西奥向强势崛起 加罗胜率三榜第一 究竟谁吃到了新版的最大红利 首先拍在T4行内的由 晨曦思涵 艾琳 两位发挥依旧稳定 强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起伏 我本以为老村长能吃到一波竹风的红利 但实际上体验了几把 效果还是有点差强人意 艾琳的重做方案已经提倡日程 TF早已展开全面测试 兄弟们可以提前左手练一波 新版爱恋强度绝对不会低 说不定倒是就是你的上分利器了 排在T3行列里有 弘牙 鱼琪 马可 弘牙的优势在于自带续航 前中期打架能力强 大招配合特定阵容能打出很好的推进效果 但中后期处理前排的能力稍弱 现版本又给每座防御塔加上了兵线保护机制 节奏相比之前要放缓不少 弘牙也不相当于变相挨了一刀 那鱼琪作为大赦之一 节奏放缓对他有利 只不过这个赛系更注重对线 而鱼琪线上强度又不是特别猛 这一加一减其实也没什么变化 不过相对来说 比之前还是更加有利一点 排在T2行列的有孙让香 公顺利 黄中 后翼 莱肖 新赛季兵线改为同时交汇 导致游士们没办法像之前一样吃到两路线发育 强度普遍有所降低 其中对孙让香的影响最重 本身就以跑图发育为主 云星移除冷却之后 老一套合成碎心锤的玩法 也变相受到了冲击 不过好在对线强度还行 还吃到了逐风改版的红利 搭配冷却鞋全新过渡思路 能让他的前中期战力升级 而龚生敌确实依旧是高分段中最活跃的射手 之前他以对线强悍著名 几乎人人都能上手 但现在几斤削弱之后 一级强度甚至有点偏低 他的强制点更多在于前中期的作战能力 需要队友带着阿里去做事 这要放到咱们的平常对决 你若是没有手法 只会感觉到前期坐牢后期暴毙 排在T1行列的有 加罗 点结 格雅 守约 这个赛季转线收益很低 重心更多放在了对线上 这些线上比较强势的英雄就占到了便宜 DNG算是其中一个比较弱的 现在节奏放缓 后期大射也更加有了优势 把球DNG主打了一个前期 相对之前来说强度有所降低 现在格雅也没了统治地位 本身依靠一手短喷操作 再加上大招的分割战场 能频繁跑图 配合队友建立优势 自小改版之后 大招的范围变短 短喷也被移除 无疑是一波大削弱 好在对线压制还在 目前强度还算可以 T0.5 李源芳 鲁班 目前发育度评不出T0 李源芳和鲁班算是T1之中 比较强的两位 暂时有个T0.5的水平 这两位都是兼顾推线所有塔 于一体 只是各自发力气不同 李源芳强在做出暗影降伏后 便有了极强的作战能力 而且自带保命位移 比较适合单排充分 而鲁班只是强在三线套成型之后 配合团队推进的能力 如有人保住 只要在台上中能打出5秒的有效输出 基本上都能打赢 比较适合拉个辅助双排充分 最后给大家附上完整的T度拍行 方便大家截图参考 你们认为谁能胜任新赛季的T0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